那你是在搬呢 我搬那個 搬黃金存折 黃金存折 你搭出 你搭出喔 沒有啦 那是我自己搭這個搬 你現在是 我現在是 搬那個 有有有 接到保漆員警上前關心 老翁情緒警戒 自稱領出 270多萬元 是要拿來換黃金 自己要投資的 還很堅定的說 自己不會被詐騙 但警方察覺有意 繼續追問 老翁這才吐石 原來老翁接到 自稱市中華電信人員電話 說老翁手機電話被盜用 並涉及洗錢案 要求他把戶頭的錢 全拿去買黃金 交給法院管收 老翁很害怕 慌慌張張跑去銀行 解除了100萬元定存 又提領了 170多萬元的外幣存款 全部買黃金金條 總共2.5公斤重 但警方跟老翁解釋 這全是詐騙集團片數 然後後來我們發現 他手持了一張紙上面寫著 法院 國家經管局 電信警察局等字樣的紙張 我們懷疑是一宗詐騙案件 老翁拿出滿滿的筆記 上頭記載詐騙集團 和老翁對話記錄 一下有電信警察局 一下又出現國家經管局 還有法院 老翁說 詐騙集團交代他 萬一遇到警方 就要說作為投資用途 幸好遠景 氣而不捨地積極勸說 讓老翁卸下新房 並驚覺自己受騙上當 他十分感謝警方 否則自己的退休養老金 可能就白白送給了 詐騙集團 記者王嘉慶 杜云杰 高雄報導